这个是界面新闻报道的了 说俄最新型的主战坦克T14阿玛塔 开始对乌军阵地开火了 了不得了 那么他并没有配有任何的视频 这个视频呢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自媒体大哥做的 我们借来一用 当然这里面是素材是七品八凑的了 知情人士告诉俄新盛 自去年末以来 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开始使用 最新的T14装甲车坦克向乌克兰 我觉得这些个坦克很搞笑 每个坦克上都搭了个凉棚 可能要反那个标枪什么的 那有容吗这个东西 空话没啥容吧 都搭上凉棚了 阵地开火 该人士表示 他们还没有参与直接的突击行动 但是T14阿玛塔坦克 在东部战区加装了额外的装甲防护 来抵御反坦克导弹的攻击 这是俄军首次承认T14在乌克兰战场投入作战 此前该坦克还在叙利亚进行了首次战斗新型动态保护 马拉赫特和主动防护系统阿富加尼特 它的主要武器是125毫米口径的2A82-1米滑膛炮 能够使用新型的射程达8公里的制导导弹 主要由乌拉尔运输机械设计局 属于乌拉尔车辆厂研发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的特点 在于其无人驾驶的炮塔 三名机组成员位于位于车体前部的隔离式装甲舱内 该坦克采用复合多层装甲 新型动态保护马拉赫特和主动防护系统阿富加尼特 它的主要武器是125毫米口径的2A82-1米滑膛炮 能够使用新型的射程达8公里的制导导弹 就是再先进的武器 你要是拼武器的先进和北约和 甚至我觉得和韩国都未必能行 比如说有一个国家可能现在都比大毛的先进 而那个国家可能还不如韩国跟先进 就这样对比下来 你就会发现他要论这些武器的先进性和欧美 就是美报PK唯一的他们可能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人的消耗乌克兰撑不住了 一个国家越民主他可能越厌战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这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好消息 可惜这种厌战的现在还看不到 乌克兰人那里好家伙啊 好像还没出现什么这个厌战的情绪 还还要死一白链要打 所以说没有大毛的好消息 现在全都是大毛的坏消息